有好多老师会背地来问我是 那些老师会一本正经地悄悄问我 怎么让其他番成绩下去 好钱还让我做个仪式 真的也太多朋友对占卜通灵感兴趣了吧 求求大家别催了 这次冒着不能播的风险 我们找来一位女神婆跟大家聊聊 如果这次播放量不好 我可就不听你们评论的意见了啊 欢迎来到不普通人的实录 没想到你穿得还挺正常的 神圣叨叨的 岂不是会想得很奇怪 那你们都可以做些什么呀 最常见的就是占卜 不过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 看你 等等 这太可怕了 咱们还是聊点养见的东西吧 既然你小时候就学了这些 应该也给班里同学算过吧 感觉初中只要有人拿出塔罗牌 整个班都会没过去 是的嘞 我独一同学找我算什么爱情 成绩 友情 我晓得我们班好多八卦了 小时候还调制腰水 不过当时懂得不多 有的时候就爱瞎搞 比如在路边捡了小石子和野花就加进去 后来有次一个女同学找我调制爱情药水 我忘了加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反调给她几天后 开始我撞得丧腰 听哪 然后那位女同学的爸爸来我们学校 当着校长皮头盖脸的骂我 真的 现在回想起来 感觉还挺清明的 那你帮同学搞这些 他们会不会给你什么报酬 会一开始是帮自己班同学占卜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后来学校里所有人都来找我 当时装了有四千多块吧 到后来年纪主任听来了这件事 就把我爸妈叫来 还命令我把钱移黄回去 我真的心痛死了 他可是不晓得 有好多老师会背地里来问我是 那些老师会一本正经地悄悄问我 怎么让其他班成绩下去 考前还让我做个仪式 而且我们班的男老师和高比女老师 还是我促成的 开玩笑 我好歹也是造成了不少对校园家话 这也太好笑了 那你现在的顾客里 来找你的大多应该还是为了情感问题吧 对对 什么预测未来伴侣了 对象是不是出轨了 我和那个女人她更喜欢哪一个了 还有 想让自己桃花多一些 或者和前人复合 但是说实话 我们只能帮你复合几率大一些 复合后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就没法控制了 而且大多数分手 本就是因为彼此不合适 我们帮着复合的 过不了多久就又分了 真的假的 还能冒冒复合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来求姻缘的顾客 让我撮合他和白晶婷张姻心的事吗 这种我真的直接劝退 你连个见面接触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我想哪儿撮合去 而且基本上明星背后 都有各种大老玄学人士 作证在保护他们 毕竟娱乐圈的人经常按底搞对方 没有保护 容易精神出问题的 不是之前就被爆出来加小人吗 没关系统娱乐圈的人经常按摩 没关系统娱乐圈的人经常按摩 没关系统娱乐圈的人经常按摩